三明治漢堡搭配一杯奶茶 没有喝酒习惯 感到体力不断的下降 结果他渐渐发现他的肝指数飙高 这是中重度的脂肪肝 有什么不对 一般我们早餐店会最常吃的 就是三明治 这个好啊 这个最方便 最方便 因为你可能赶时间 早餐店都做好了 你拿了一分钟就走 付个钱你就拿走了 那你这个三明治 你可能会再配一杯饮料 对 那我们算过 这样子的吐司里头有两片 等同就是一碗白饭的热量了 这个还不含里头涂的奶油 美乃滋 还不含里头的这块肉排 还有不含煎蛋的油 所以其实光这样一份三明治 再配上这个糖 含糖的饮料 它可能比一个排骨便当的热量 不会比较低 所以你把它跪在红灯 它比较红灯 像我们很常吃的这种葱抓饼 它也是属于黄灯食物 所以它是黄灯 对 反而是这个三角饭团是绿灯 很多人会以为说 那我是不是白饭很罪恶 其实不会 白饭它相对是原型 你看这个葱油饼 它是卖磨成粉 再加油进去煎 所以其实它加工的程序比较多 反而这样子的三角饭团里头的 白米饭是原型的食物 它的摄食散热效应比较高 也就是说刺进去 我胃 所以跟我身体需要花多一点能量去消耗它 这样相对会减肥 来 陈荣主任 为什么要请主任 因为他有脂肪肝 之前后来怎么回事 后来就是知道脂肪肝 就好好要运动 对啊 运动是为了要吃好吃的东西 对 我刚刚看到 我喜欢吃的东西都是属于红灯 对 我跟你讲 现场还有面条 准备了这个意大利面 还有炸的 对 这个是炸的面条 这个是锅烧面 锅烧面 真的 请你来摆一下 它们到底是什么灯 如果我的话 我其实蛮喜欢吃意大利面 对我来讲它是绿灯 锅烧面的话 因为它掺了很多的汤等等那些 我会觉得它应该是红灯 酱料呢 酱料来讲的话 这个应该是意大利面酱的 对 这个应该 我是觉得其实蛮甜的 应该是红灯 红灯 这个应该是 奶油 对 奶油其实也是蛮甜的 对 其实应该也算是红灯 也算是红灯 对 你全都摆在红灯区 对 只有意大利面是绿灯区 对 意大利面其实可以加橄榄油 凉面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那饭团你认为是 饭团 刚听完之后 我觉得以后我要常吃 还是三角饭团 刚刚比较健康 这个饭团 这个饭团 中式的饭团 中式饭团 如果要的话 我就会把里面的油条拿掉 它有概念了 对 我可能会把它黄灯里面去 来 音老师 揭晓答案 来揭晓一下 其实它这样摆是蛮正确 但是如果是酱料的话 其实像这种义式的茄酱 它反而是没有到这么红灯 它反而是能吃的 可以吃 对 因为它里头最大的基底是番茄酱 倒是这个奶酱 确实热量是比较高 它是红灯 没错 所以这个反而是红灯 没错 然后这个是黄灯 对 是意大利面 是的 然后这个饭团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地雷 就是肉松 肉松也是属于比较精致的加工品 肉松有含糖 你把它归在黄 对 归在黄灯 这个炸的不用说了 炸的肯定是黄灯 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是绿灯 是绿灯 可以吃饭 好 所以煮热还算不错了 后来脂肪肝的部分 是有改善 靠饮食跟运动 我想我从两年前的中度 到去年渐渐的话 已经是轻度了脂肪肝 非常棒 真的透过饮食 可以让脂肪肝逆转 对 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农粮达人 黄千玉老师你好 大家好 好 我要先请营养师来讲 美丽的营养师 请问您心中最佳的早餐是什么 其实早餐可以吃得很健康 又很简单又美味 像这个是可以自制的 一个香蕉燕麦煎饼 它就是能够取代 我们传统早餐 会有纤维不足的问题 油脂太高 跟淀粉太高的问题 我们这个香蕉燕麦煎饼里头 它最主要的淀粉来源 是来自于燕麦 燕麦里头还有高量的纤维 其实它对于我们 稳定胆固醇 稳定血糖 都会有很好的作用 而且它的食材非常的简单 就是香蕉半条 鸡蛋一颗 跟燕麦两汤匙 就可以做成这样三片的早餐 即使它有甜度 但是它是过关OK的 它的甜度是来自于 香蕉天然水果的甜度 所以非常的健康 这是你心中最佳的中餐 没错 这倒也是我非常常吃的 就是鲜虾结瓜意大利面 像我们刚刚讲到 意大利面条 其实是蛮好的淀粉来源 但是我们如果 在外面的餐厅吃 通常满满的一盘的意大利面 其实蔬菜量都非常的少 所以蔬菜量要多 对 我们蔬菜量多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 就是取代的方式 我们今天就是用结瓜 把它切成像意大利面条的形状 来取代一部分的意大利面 一来你可以减少 这个总淀粉量的摄取 可以控制热量 二来你会吃进去 更多蔬菜的营养 结瓜新不新鲜 到底是要看哪几个部分 看表面吗 看手感吗 看味道吗 来老师要怎么选 其实结瓜我们就很简单的看 它其实最好判断的 大概均匀 让它均匀 然后它的长度 大概我们一个手掌的大小 大小 然后过粗 然后一边大一边细 那个其实都不OK 那我这边有带一个 稍微有瑕疵品的结瓜 真的啊 我们比较一下 那个的擦伤 其实结瓜的皮 哪里是擦伤 这边有擦伤 这边有擦伤 然后其实这个 这是运送过程 这个不是 这个是 这边是因为有密封 去钉 那这一边就会比较不好 那其实因为结瓜的皮 比较薄 所以我们在挑的时候 就均匀 它的颜色均匀 这样就可以了 那其实越深色的结瓜 它的皮会越厚 那其实像这样 这个颜色是最刚好的颜色 彩椒的部分 其实它有时候会比较沉 会比较轻 那当你比较沉的时候 它的肉会比较鲜甜 是 大概是这样 闻味道又是什么呢 闻味道其实有时候 我们新鲜的彩椒 新鲜的彩椒闻起来 它又会有很清甜的一个味道 那但是如果说摆放比较久的时候 它的味道就不太对了 这个是什么味道的营养师 就有一种清香的味道 我彩椒肉放久好像会有酸味 酸味会跑出来 那这个是有一种清甜香的感觉 所以就是看啦 摸啦 闻一闻啦 称重一下手感啦 是 结瓜怎么刨丝呢 结瓜刨丝的话 就是现在其实市面上 有蛮多工具可以用的 那当然你如果家里有那个 消刨器也可以 或刨刀也可以 它就可以这样子转 漂亮 它的线条曲线是很漂亮的 而且它刨出来非常像意大利面 而且它的口感吃起来 跟意大利面的口感非常的搭 那它可以直接当面条主食吗 可以 其实很多像我们在门诊上面 很多剪止的个案 我们告诉他 其实不是饿肚子才会瘦得快 你不是说吃越少会瘦越快 反而你是要吃对食物 吃对食物的营养能量足够 你反而可以瘦得更好 而且吃得饱又健康 你讲的时候成龙主任一直点头 他就这样剩下来 回正饮食 所以刚刚也讲了结瓜怎么挑了 然后这个结瓜怎么削了 那黄老师我们要怎么去保存彩椒跟结瓜 基本上其实一般我们家庭里面都有保鲜膜 还是厨房用纸 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建议用厨房用纸会比较好 像结瓜就这样稍微包起来 去保存 真的很宝贝 去把它保存起来 其实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整条是还有套外带 保护它 因为它的我刚刚说的皮很薄 比较脆弱 对 怕它受伤 就这样包起来放在冰箱保存就可以了 好可爱 彩椒也是吗 一样 一样的做法 我们也包了一个彩椒 其实要用保鲜膜来讲是比较怕水分 那水分就会比较没有保存 好像一样是有时候保鲜膜包完之后 你打开来会有保鲜膜的味道在 对 很简单就包起来 就放冰箱 正确的保存包法